大家好,我是大鼠飙呀 大家好,我是小话彤 这集视频是上个月我们去巴拉顿弗莱德拍的 这里距离我们家车程不到两小时 是一个人口不到一万五的小镇 我以前来过两三次吧 二狗子当然是第一次来 哼,少见多怪,少见多怪 来来来,表演一个骑马舞吧 哎呀,不要强迫我 只有对面有狗子的时候我才愿意表演呢 这个巴拉顿湖边的弗莱德小镇啊 在2016至2017年的时候 我爸妈自己来,陪朋友来,来过四五次了 那时候他们还不认识巴拉顿湖边更有名的地豪尼小镇 所以经常到这儿来玩 呼呼呼,哪玩都成 后来他们探索了巴拉顿湖边的其他小镇 可是他们没有记住这个小镇地名的拼写 后来居然有三年时间在导航里都没有找到来这儿的路线 哪玩不是玩啊,都一样都一样好玩 当然啦,对于你这种缺心眼少智慧的哪都一样 对于爸妈来说,就像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却弄丢了一位老朋友的联系方式了 开始并不觉得有什么也没有记得要找到的必要 可是一晃三年就过去了 我用心找找地址就感觉失之交臂了 这次找到了地址和路线就像失而复得 以前看到过的景色好像觉得更令人兴奋了 来吧,何影留念 哦,何影留念 以前来玩的时候,爸妈还没有开始拍视频记录 只留下一些零星的回忆了 那时候这里的湖水也是这么漂亮 也曾经看到过天鹅和绿头鸭 不过今天这些水鸟格外多呢 那年我六岁 就在这儿遇到了一位九岁的古墓大姐 她的爸爸居然说一口琉璃的中文 原来他们一家在北京生活过八年 儿子还是在北京出生的呢 不知道他们家那只古墓大姐现在好不好 哎呀呀,听我回忆往事儿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 我这不是想多探索探索吗 可把你厉害坏了,你这一探索掉水里去了 那就让我去没水的地方探索探索吧 你呀,面朝西北,张开大嘴 老妈,让他喝西北份儿去吧 哎呀,这位小朋友,缘分啊缘分 瞧你这小尾巴摇的,真是懂礼貌 我看你古墓青旗一定是个万中无一的奇才 我们家也有一位小朋友不讲武德,脾气不好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对着别的狗狗吼叫 我老妈嫌他丢人,不让他随便跟人家打招呼 你呀,年轻其胜,缺乏修炼 其实你不懂,咱们今天看见的这只天鹅呀 这些铝头鸭呀 很有可能这辈子就见这一次面 干嘛不跟人家和和气气的呢 哦,你说的也有道理 一辈子就见一次面 干嘛不让我们好好打一架,切磋切磋呢 你省省吧,别没事找事了 这年头大家活着不容易 你不知道,能这样平平淡淡,安安静静 到处走走看看,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三年前,爸妈带我就在这湖边看过一次车展 有新车,也有很多很少见的老爷车 热热闹闹的,人可多了 现在呀,因为疫情,这样的活动可都没有了 你知道多少人永远也看不见天空和夕阳了吗 永远也不能这样平平淡淡的走走看看了吗 所以呀,不要老想着跟别的狗狗挑衅 咱们都是幸存者,要互相善待 哦,尊敬的德彼德女士,我有话要说 嗯,我先喝口水,有什么话你说吧 既然要互相善待,干嘛不能让我先喝水呢 善待归善待,规矩还是要讲的 我这么美貌,你那么傻貌 不讲规矩,你怎么过后面的狗生啊 我就知道,老爸最后一个节目就是全家人一起看夕阳 哎哟,这个夕阳有什么好看的 放开我,放开我,我不配合 就是的,个个都不爱配合他们 不过我最孝顺,我肯定配合 我可不配合,我这么年轻,我要做自己 爸妈高兴,我也高兴,成人至美嘛 谁让我是人美的,赚着大鼠标呢